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下一位少年挑战者 这是一位阳光四射的男孩 让我们赶快有请他闪亮登场 姓名樊浩刚 年龄十一岁 身高一米四八 所在地区广东广州 特殊技能花样跳绳 技能指数八星 拓展技能 编排 教学 创新 拓展能力 爆表 大家好 我是樊浩刚 今年十一岁 来自广州 谢谢大家 你好 樊同学 欢迎你 技能是花样跳绳 技能指数是满星 有那么厉害吗 有 真的 我们这里不光有外行 还有内行 我们现场有两位跳绳界的高手 你看世界冠军段中飞老师 还有我们的全国比赛裁判长 齐景龙老师 紧张吗 不会紧张 那就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个 我自己编的动作 自己剪的音乐的一个套路 这个就厉害了 不光要会跳 自己还会要编音乐 还会要剪辑才可以 以后我们要向负荷性的人才来发展 好 有请 谢谢 谢谢 j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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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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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手机上面做的一个备忘录 里面都是我自己的积累自己的笔记 然后是给教同学们的 里面有一些 当天训练的一些时间分配 他这个教学大纲写得非常的细腻 刚歌冠军训练营 你是说有一帮同学在跟着你练习跳绳是吗 是 有多少位 很多 然后我平时 也会教学校的一些同学们跳绳 然后很多学生都是我带出来的 你的那些学生他们都听你的吗 基本上都听的 因为他们都是自愿有一些过来跟我学的 那到你这个学习班上面 会不会有什么门槛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入到你的这个班上 只要会一些小小的花音就可以了 我教的不是动作 我教的主要是一些概念 一些等级评判 移动走位方位 怎么样这个创意更加的高分 然后我都会教这些 我就不教动作 所以呢 只要会有一点点花样的同学 都可以来学习 听上去好像似乎像 教练员培训班那意思了 教概念了都 对 那刚才说教学非常的擅长呢 我们现场呢 刚才说了有两位专业人士 不如这样 你来拿他们当作是你的学生 让他们来体验一下你的教学水平 好 可以 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学生里边 全都是底子特别厚的 可能也不太现实 关键是起点太高的学生呢 也体现不出了我们小凡同学的这个教学创新水平 我们请一个这个普通水平的王岐哥哥 能不能代表我们这些跳绳小白们体验一下 我可以代表普通水平吗 关键跟这二位在一起 主要是我对这概念很好奇 最主要听了以后 我其实没什么概念 我们入门都得先让这个小凡教练 来看一下学生的基本素质是什么样的 来 一号学员 二号学员和三号学员 咱们分别展示一下自己到目前的基本水平 好吗 来 来 那就一号先来吧 一号代表我们的平均水平 对 段忠飞同学 三次获得跳绳大师称号 为中国国家队 夺得了三枚金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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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一波新学员当中的普遍水平 小凡老师觉得我们这个班上的整体实力怎么样 这个基础特别的牢固 基础特别牢固 不一定 还是说得过去的 好 现在二号学员请展示基本水平 好 能看到二号学员个子偏高了一些 难道他也能那么灵活地在场上飞舞吗 你别看 虽然说个子大 但是还非常的灵活 而且他最大的个点是 跳绳的时候表情非常的可爱 如果说一号学员是非常牛的话 我觉得二号学员是很不错 那我们万众瞩目的三号学员也马上就要登场了 不想玩 我跟你讲 这才是我们血藏的杀手锏 知道吗 小凡 不对 他是曾经在可可托海那边 一边放羊一边练跳绳 所以写了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声 主要那会儿我们跳绳都不用绳 我们都是用那个赶羊边那条 概念绳 是不是 好 首先要看这个出场 我跟你讲 漂亮 一击至胜 就跳一个 对啊 都手一出手 一招就可以了 怎么样 三位里边谁跳的 你觉得是最好 不合你的想象 不合你的想象 对 我觉得就是你 他特别有这个演艺水平 虽然他只跳了一个 但是看得出来 他用这么短的绳子还能跳一个 是特别厉害的 凡老师你懂我 你懂我 我发现凡老师 他夸人于无形之中 这个水平相当高 一个世界冠军 一个中国裁判 怎么教啊 不好教 然后我好教啊 我容易教出成绩来 主要有点小凡老师说了 你的提升空间特别的大 我只剩下空间了 好 接下来是 凡教练的授课时间 那我现在教大家一个 比较有创意 比较好玩的一个动作 好的 叫做走路跳 要怎么样才能走出 特别像走路 你没有在跳手呢 咱们先看一下示范 可以 可以 还真的是 像在走路一样 非常的潇洒 一号 一号行吗 一号 可以吗 试试吗 教练 有没有什么抓 咱们分三步来吧 第一步 咱们先学一个简单的步伐 叫做剪刀跳 好 对 非常好 第二步呢 咱们尝试 边做剪刀跳的时候 边往前去走 一开始可以先跳高一点 对 没有关系 先这样的往前走 特别 特别好 然后呢 最后一步 咱们跳矮一点 让别人看起来 像我们在走路一样 这是细节 我尝试一下 好的 那我来学习一下 也有感觉了 也有感觉了 我其实看到精髓了 我觉得很容易 特别容易 就是不要想着跳绳的这个事 对 就想着走 对 尤其是冠军 你知道吧 你跳得很浮夸 你还是在跳绳 是的 黄老师说就是走路 你知道吧 对 就是走很重要 来 走好路很重要 大家分别抓住了不同的精髓的要点 你觉得谁抓要点抓得最准 还是这位听学人 我 3号同学 强调的就是要有那种走路的感觉 跟你们说了要走要自然 你看你们那 这怎么回事 对呀 真的是 好好学 你也得好好学 对 经过教学之后 你感觉表现最好的 是1号同学 还是2号同学 还是3号同学呢 3号同学 哎呀 那么肯定啊 那难道1号2号就没有他们的优势吗 有 但是3号同学与众不同 这是 蛮在宇宙不同 我跟你讲 我想真心的问一下凾老师 如果我们三个 都是你们一个学校的 你真的要组一个跳绳的表演队 我们三个 你首先会跳谁 真心话啊 你会选谁 哇 就是2号 琪同学 是2号 为什么呢 因为看琪同学的这个身材 一定知道 是 当这个裁判 当了很久 所以没有运动 然后呢 导致这个身材有一些庞大 所以把他招进 招进队来之后呢 可以去教学 可以去当我们这个教学监制 可以来监督我们去练习 让他给你当助教是吧 思路清晰 这是一个管理性的人材 思路很清晰 是的 那如果说一号和三号同学 也一定要招到队里的话 他们适合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第一位同学嘛 就是我们团队的真正 有实力的同学 实力的 C位是吧 是 然后呢三号同学呢 主要是我们的创意 出来耍两下这样子 创意总监也很重要 我觉得选得很好 睿眼石珠 把大家都用在了 最合适的这个地方 是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小凡老师 特别适合当老师 他勇于发现学生身上的亮点 优点表现出来 让大家容易接受 同时你不断地鼓励他 就是一个好老师的表现 当然了 鼓励是非常重要 但是作为老师本身 必须得有个绝活啊 咱们接下来能不能请我们的小凡老师 也晾一晾自己的绝活呢 好 我给大家展示两个六级动作 六级难度的动作 来 我们来欣赏一下 那个做的一个交叉翼的动作 变成了四级 然后又做一个双手受限的动作 变成了六级 因为双手受限要加两个等级 我再解释一下第二个动作 先做一个撤甩 然后做一个T2的一个动作 同手 同脚 交叉 然后第三下打开 第四下又做了一个T1的动作 四摇的双体背的动作 六级难度 还是非常厉害的 非常的棒 那我们的这个学员队也不示弱 我们要分别看出三位同学 也展示展示咱们的绝活好不好 一号同学吧 一号同学在我们的学员队里 是最年轻的小弟弟 好好表现 那我跳个七级吧 来打场子 七级 可以吗 可以吗 师傅 可以 好 好 跟进俐落啊 我就不跳了 我负责解释一下吧 同样是四摇双体背的 一个手在后 一个手在前 两个手都受限 加两个等体 好 这个动作是在它完成一一之后 还没有落地之前 要把手收回来 再放到七后 完成了这个动作 前面加两个等级 后边这因为两个手都受限 也加两个等级 四摇我们本身是三级 三级加两个等级 再加两个等级 形成了咱们的七级难度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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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齐同学 您还有什么展示吗 除了解说以外 我现在都习惯于用嘴 当助教去了 那得让我们三号 选手去展示嘛 那接下来就有我们三号同学 我们的王同学 把刚才这节课 老师说的所有的要点 串接在一起 给我们展示一下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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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发挥 太棒了 这个太棒了 你班上同学 还真的都是身怀绝技 这几下我还真来不上 拼了 从刚才回课的这个 效果来看 这三位同学 你觉得谁表现得更好 第三位同学 有没有世界冠军 好在哪里 还有这个创意 然后还加上了自己的这个动作 玩的就是概念 玩的真的 对 我们跳的就是概念 概念化教学 好 我们领会了 那我们的这节教学快进行到这里 第一时段的教学工作 暂告一个段落了 谢谢三位学员 谢谢 谢谢你们 我们看到与此同时 我们刚才一号挑战者的挑战 也已经结束了 稍后 稍后我们请我们的裁判员来宣布一下 最终的挑战结果 好 好的 我们的小凡同学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你的挑战的内容 大概是什么 我挑战用臀部跳绳 再说一下 挑战用臀部跳绳 臀部 就是俗称屁股 是 用臀部跳绳 是的 她是不是在搞笑 齐老师 有一种跳法是臀跳 它分为侧向跳和正向跳 那是要坐在地上吗 自己抬起来 是要坐在地上 在摇绳的一瞬间 利用腰腹的力量跳起来 是吗 嗯 真的是啊 那 那这个 岂不是会很废臀部吗 这个 臀部应该不会太废 但是很废裤子 跳完之后 你这裤子又没法弄了 口说无凭啊 这样吧 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展示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没有问题 来 有请齐景龙同学 齐老师确定能臀部跳绳吗 呃 先坐下来吧 哦 先坐下来 还可以啊 没有掌声 好 还点 哦 可以 还点 哦 可以 确实很被臀部 手的力量 还好吧 还好 还好 肉多 你是说大概这样的臀部跳绳吗 是的 你也是这样的动作吗 刚才同学是做了一个一根层的屁股跳 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根两根绳的屁股跳 两根绳的屁股跳 是 我们来看一看 真的是难以想象啊 请 哇 哇 哇 哎呦 哇 你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你要挑战的数量是 我平时跳都是跳50个60个 但是我今天要挑战用臀部跳绳跳70个 多长时间 在30秒内 30秒内 是一根绳还是两根绳 一根绳 一根绳可能相对来说跟两个绳比起来 相对来说是容易一点 但是30秒跳70个 一秒钟超过两个 这样的一个频率 它的难点也可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是这样 前期跳两个三个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估计我们一发力都可以 但是越往后你会发现腰粉的力用不上 同时 它这个手摇动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再有一点 挑战70个这个数量 我们跳过成了都知道 70个其实挺多了 就拿双摇跳来说 它只能跳50到60个双摇 那么也就是说 它做这个速度 要比跳双摇跳的速度还要快 所以说非常期待 好的 首先还是先谢谢我们的齐景龙裁判 怎么样 感觉今天的头状态调整得还好吗 还可以 所以说对你接下来的挑战呢 我们真的是相当地期待 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做好准备了 来 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 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朋友们接下来是少年挑战者 樊浩刚的挑战环节 有请裁判员齐景龙宣读挑战规则 少年挑战者樊浩刚挑战项目为 单手臀部跳绳 挑战规则如下 一本轮挑战限时三十秒 二身体腾空完全过绳计为完成一个 三跳绳数量超过七十个计为挑战成功 四本轮挑战有两次机会 好的 樊浩刚请做一下准备 准备好了可以告诉我们吗 可以了吗 请运动员准备 请放音 裁判员准备 准备 预备 准备 预备 十 二十 停 好的 一轮的挑战 从我们的目测的角度呢 觉得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 究竟这个成绩是否有效 是否合规 让我们通过大屏幕的慢动作 一起再来复合一遍 请看大屏幕 经过又一遍的这个复合 我们现在的最终成绩 已经在我们裁判员 齐景龙的手中 请宣布我们挑战者的最终成绩 第一 少年挑战者 樊浩刚 单手臀部跳绳挑战 在规定时间内 跳了 79个 成绩真实有效 台派员齐景龙 所以在这里我们宣布 樊浩刚同学 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挑战成功 恭喜 恭喜樊浩刚 再次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 谢谢齐景龙裁判 谢谢您 谢谢 之前有过这么好的成绩吗 没有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 挑战之前的最好成绩是多少 最好 好像也是68 69 然后有时候如果状态不好的话 就大概五六十个 所以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 刚才其实我们在等待录制的时候 在跟导演沟通的时候 导演告诉了我们这个背景资料 我觉得特意的要为这个挑战少年点赞 因为他有勇于挑战自我的这种精神 在几乎达不到这样一个成绩的这个前提之下 勇于去挑战自己 我觉得这首先就是成功 所以呢 感谢你为你的勇气点赞 谢谢 刚哥 很出彩 奥林匹克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强 你今天不仅挑战了70个 而且呢比70个多出来9个 所以今天这个多彩少年名副其实 你不仅一个人出彩 你还会教学生带团队 让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出彩 这是先锋少年 我们国家的建设 就需要这样的少年先锋 让我们国家出彩加油 谢谢老师 好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非常高兴地宣布 我们的樊浩刚同学 成功地入围了我们多彩少年 2023年度 少年英雄吧